好,那我們這邊有少兩個微軟的元件 所以你先把這兩個微軟元件 把它安裝起來 那86跟64都一樣 不管你是32位元或64位元都一樣 因為它事實上會有兩個 所以你現在把這兩個安裝完之後 你再來執行 剛剛我們OBS的安裝程式就可以了 好,我這樣OK的 所以我再重新回來執行這個OBS 下一步,有沒有這邊就OK的 然後再我同意 安裝軟體大家都很厲害嘛 YES S OK OK 對不對 你都沒有看過裡面的條文對不對 你早就簽了賣生氣了 因為以前我寫那個免費軟體的書 所以每個軟體我都會比較認真的把它看完 真的發現大部分條文都對我們不太有利 反正你都是自願的 那你安裝完成你就按執行 那它預設就有中文介面 好,第一次執行按確定 那它還會有一個訊息 它還會跳出來 好,你有看到它問你 有新版本沒關係 這裡我就略過 你們從雲端臉上下載應該是比較新的 應該比較新的 我就先略過這個版本 好,那我就在這邊 這個它問你要不要做那個 精靈的設定 你按for就好了沒有關係 OK,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有了對不對 好 那在這邊呢 這個軟體真的不會太難 等一下呢 你可以來這邊找個東西 在這裡 你看我們的教材裡面 你把它安裝完成之後呢 你可以先到這個教材 任務裡面的第一個 任務裡面的第一個 有沒有看到虛擬攝影棚相關的練習素材 任務 你到任務上面的任務進來之後 第一個 你把這個14單元按一下打開 裡面教材的第三個 這樣有沒有看到 在下面 在這裡 有沒有虛擬攝影棚相關 練習的素材 那你找到之後呢 這是一個雲端硬碟的連結 所以 進來之後 進到這邊 那這裡面呢 有一些背景圖 有一些這個背景圖 你可以找 然後呢 還有一些透明的 那個 PNG的圖 還有就是有藍幕跟綠幕的影片 就是說等一下呢 我們會把這個藍幕到你家 你就可以馬上練習看看 所以在背景圖這邊呢 你可以找一張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像這裡有東吳的 有沒有這個我就是用3D的 用3D的 其實你用一般照片也可以 我們這邊也有一些畫廊的 有沒有用照片呢也是OK哦 所以看你要哪一張 看你要哪一張 看你要哪一張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以這邊來講 我就先下載一張 或者你要上網找都沒有關係 你要找我們學校的也是可以 找到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那個背景 我們現在這裡是有這樣子 是不是黑黑的 對不對 一進來就是黑黑的 你就直接把那個背景拖進來就好了 拖到它裡面來有沒有 拖到它這邊來 放開 有沒有一張就在裡面呢 只是現在比較大張 因為我們這邊螢幕解析度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就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先找幾個 先找個背景你喜歡的 你就把它放進去